这公寓看起来怪怪的 右边怎么好像塌了一块 靠近仔细一看 最上层的女儿墙 竟然直接短了半截 橘红色的砖瓦地板 失去支撑 悠悠欲坠 就连水泥都掉到三楼阳台上 画面让人看了非常触目惊心 这里是基隆东信路 一户民宅 轩来诺台风来时 住户在半夜听到一声巨响 四楼的女儿墙就坍塌了 附近民众都怕挤了 这个如果在一个地震再垮下 下来的话 里长截获通报也赶到现场查看 发现倒塌状况比想象中严重 女儿墙倒了差不多三分之一 它是往内倾倒 没有往外 看起来是蛮危险 实际到四楼阳台查看 后半段围墙几乎全部崩塌 就怕钢筋撑不住水泥重量 砸到路过民众 是能够境外找那种亲戚朋友 或者相关的人事 趕快来处理 这个是真的是很危险 进出人真的是非常的多 原来四楼屋主 长期不在台湾 屋子年久失修 不过夸张的是 制动民宅一到三楼都还有人住 四楼的女儿墙突然坍塌 只有简单拉起封锁线 如果没有尽快处理 或是加强安全防护 后果可不开设想 记者朱丁蓉 王云霆基隆采访报道 我是陈俊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坊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